嗨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好 欧洲动荡不安 现在法国要大选 第二轮已经出现了两个真正的竞选者 那这两位竞选者都是往来头不小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讲一下法国总统大选将进入最终对决 第二轮投票将决定欧洲的命运 好 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次的俄乌之战里面 法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虽然法国不是非常人口多的一个国家 但是它的重要地位其实不容小觑 不管怎么样的话 它算是德国接下来就是法国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法国总统 现在现任的总统非常之年轻 现在好厉害 他跟谁一样大年纪你们知道吗 好 跟乌克兰的总统居然一样大年纪 所以这些年轻的一辈真是在这个世代当中真的是好厉害 好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谁会得到这个胜利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接着下来 长得很帅 这个是政治世代出身的这个现在跟他对决的这个极右派的 极右派的这个 这个呢 马林乐鹏 马林乐鹏呢 他爸爸就是创党的大佬 极右派的创党的大佬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陆是谁手 好 我们接着下来来看一下 好 法国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的话 法国总统大选投票在4月10日登场 中间派的现任总统马克宏赢得27.8个% 然后呢 仅以4%危险差距 险胜极右派候选人呢 热旁的23.1 看到没有 好 一个是46岁 一个55岁 那2017年上次选举以后 两年第二次杀戮第二轮决赛 已经是第二次杀戮第二轮决赛 马克宏看是稳固的优势地位呢 遭到极右派 乐旁极起直追 最终结果将会非常难以预测 这是呢 现在呢 全球可能给他们的比较高度的关注 这高度的关注因为呢 现在为什么这么高度的关注呢 我们都知道恶乌战争啊 让大家非常的头痛啊 然后呢 搞得全球真的是混乱不堪啊 供应链也断了 然后呢 通膨加剧 然后现在呢 又缺石油 好 那打来打去 打到后来呢 人民死了这么多 真是要命啊 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到底呢 这两个人的绝死之战 到底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来 总共 法国总共大选第一轮的结果 你看 有六个人出来竞选哦 这个梅兰雄的话呢 不去法国党的候选人是得票是22% 他这个很高哦 看到了没有 梅兰雄他得22% 得票数呢 他这个23.1哦 所以只差1.1%而已 好 那 依达哥呢 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哦 他得票数呢 是1.7% 然后呢 贾多呢 是得票率4.6% 然后呢 瓦来利呢 得票是4.8% 鲁赛2.3% 然后呢 折磨赫呢 是7.1% 其实呢 梅兰雄跟马力勒庞的话呢 基本上这两个人的票数很接近哦 但是呢 我们还是看到的民主阵营 民主阵营的候选人 他爸爸就是民主阵线的民主党的创办人 爸爸是民主党创办人 好 那这两个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其余呢 四位候选人呢 那个表单列举票数较高 及后文提到的候选人就是这 就是这总共是6个 总共呢 你看 一个总统候选人可以出现几个 8个耶 法国只有8个候选人呢 我们台湾大概都2个到3个吧 对 所以呢 人家一个法国可以有8个候选人 好 马格文先生总统得票率27.8% 票数呢 只险胜得了4个%而已 看到了没有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马克文得票率是 这个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九百七十几万 他是得了800多万 2个%差一点点 政党是共和前进中间派 现任是总统 学历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 经历的话是经济产业数位部长 成为社会党党员 2016年创立共和前进 39岁当选法国总统 39岁 小编你们都有希望啦 好 看到没有 为当时最年轻的法国元首于20国集团 G20的理秀 不得了 还不到40岁就当了总统 我觉得你比较希望才38岁而已 没有 当时美国黑人总统 当选的时候也是40几岁 对 忘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肋庞 肋庞的话 国民联盟及右派 国民议会议员与大区政府的顾问 学历是司法与上述法庭职业高校文凭 欧洲议员律师 所以他是当议员跟当律师 三度参选 2012年以17.9票得票第三 2017年也以马克宏进入第二轮的投票 民主阵线创党元老上玛丽雷鹏之女 所以他爸爸是政治世家 好 那我们看到一个跟政治有关的世家的女人 来跟马克宏竞选的话 到底这一波的竞选当中 谁会是赢家呢 其实他们两个票数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对不对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个不可测的现象会加 应该是说这个不可测的这个 这个现象会比较 让大家不知道说 是不是马克宏就会落选 好 我们先来看马克宏的八字 马克宏是66年呢 11月11日的即时生的 那农历的话是12月 国历是12月21号 好 那我们以现在他的命盘来解析的话呢 他的命格里面是做紫威天府 然后呢 做幼臂星 他的官陆宫做紫威天象跟文曲星 好 那他的财博宫做廉真星 千怡宫做了七煞天空跟陆存星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么年轻的总统 其实他从前39岁上任以来 现在是46岁 39岁他们讲39岁 其实40岁 那如果以现在呢 2022年来看的话呢 好 他的八字里面呢 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 他的阅令是笔尖任子 然后呢 他的命组也是任子 好 那我们今年来看一下呢 他丁世 丁世年的话呢 就是属蛇 属蛇今年呢 有很多吉星哦 并不差哦 所以呢 但是这一拙的话呢 他的总统之路呢 选举会非常艰辛 这个艰辛 因为他今年还是偏充 偏充他由六合到太岁正充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 这个总统大选 对他来讲 是一个非常之大的压力哦 好 接下来 最主要他今年走的是 贪婪化路 然后走卓辅星天马星 那他的官路公走 七煞天空跟陆存 这个大运里面呢 他走的大运是 走在深宫的位置 43到52 走雾身大运 甲乙丙丁雾 他的陆存星进入他在蛇的位置 哇 这太美了 这个八字哦 简直就是哦 应该说他的运是非常好 就是说他的八字里面走的强运哦 非常强 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哦 你看到他的流年上面哦 他本命带陆存星在官路公 而他的流年这个大运的陆存呢 在哪里 陆存坐在呢 他的蛇的位置 就是他本命里面 好 那流年呢 任呢 任路在哪里 在害 四害是不是相冲 对不起 四害啊 连结一起 那不得了的 这个运势啊 所以他今年的陆存星是在害工哦 好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整个情况呢 虽然呢 他现在所有给法国人的一些 正 了无心意 虽然是了无心意 但我们看一下他为什么会了无心意 来接着下来 好 第二轮投票最终对决 法国总统选举制度呢 法国总统一任五年 所以呢 总统选举采取两轮投票制 第一轮由各党自由推选 推举候选人参加 如果最终投票结果无人过半 就会取前两名 进入两星期后的第二轮投票 所以他们第一轮投票呢 已经过半 哎 都没有过半 嘿 一个得票率是7.8 一个是22.3 因为太多人选了 所以呢 8022年的两轮投票日 分别定在4月10号 跟4月24号 好 第一个呢 1月27号 各级命运代表呢 表态呢 背书总统候选人 国家竞选监管委员会成立 背书截止日呢 参选登记截止日 第一轮投票是10月10号 宪法委员会的确认投票结果 与第二轮竞选名单生效 第二轮投票 14月14号 宪法委员会正式宣布 投票结果与新任总统 好 我们来看接着下来 这位呢 立正法国首位女总统 勒庞 纽约时报指出 勒庞受益 法国人民对物价飙涨安全和移民的不满 为什么这么多移民 那当然跟俄乌战争有关系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反而带动了他的优势 好 他与欧盟坚定的拥护者马克宏截然相反 那马克宏呢 他是集是欧盟的拥护者 那他是集右派的 那主张限制移民和外国人的权利 他是不希望有移民的进入 我想呢在这个当下 他很难去不接受这些移民 为什么 因为在人道主义上面来看的话呢 两个国家在战争 当然就有很多人出逃 这些难民呢 像英国他们在收留难民也是有很多限制的 好 同时保护法国工业拒绝服从他 认为有损法国利益的欧盟法规 好 那他如果是像这样的话 也算是一个铁娘子哦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他非常 你看他面相也是一个铁娘子的一个态势 这个铁娘子跟那个德国总统呢 梅克尔有点像哦 就那个样子 还有那个士气有点像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的八字里面到底会不会呢 战胜了马克宏呢 好 马克宏的八字刚才讲了一半 我们再把他讲完 好最主要的话呢 马克宏的八字里面呢 还有他紫薇朵树的面盘 以及他长相面相 我们都一起来谈 马克宏呢 现在整个八字走贪狼卓辅心 关禄公走七煞陆存心 然后呢 他的财婆公走破均文昌灵心 最主要是他今年的福德公 刚好在他的关禄公 他关禄公呢 只为天相家文曲心 好 那今年呢 一个大运的陆存心呢 坐在他板命蛇的位置 然后呢 他的榴年陆存心坐在珠的位置 就形成了一条线 这条线呢 刚好是四亥呢 正冲的线 全部坐了双陆存 好 他本命的陆存坐在哪里 本命陆存心 陆存心坐在呢 中午的位置 就是马的位置 所以呢 这个月三月份 来我们先讲一下 三月份 河道呢 怎么样的意思 河道马克宏的关禄公 而他前面的前景是非常看好的 好 这就是他的八字呢 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他八字里面最重要的转折点 他现在是被 三月份是被坟墓盖住了 他有些政策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厘清 这是他的缺点 就在政策上面 比如说像移民啊 工业啊 或者呢 经济啦 不过他本身是跟经济有关的学科 他应该对经济 他其实他上来以后带动了法国很好的经济 并不差 但是呢 他这一个新的政策 是不是能够延续 或者增加更强的力道来 让法国人支持他 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如果是3月24号的话 13 25号 24号走到天激化季 巨门 这有点小 要小心的 可能呢 他在这个 发表言论的时候 发表谈话的时候 他应该更加强力道 天激化季有个优势 就是很多人还是会支持他 但是有个缺点是什么 反他人越反他 所以 会形成 集两派的一个做法 这两级派的做法呢 就会产生他可能受到某些部分的人事的影响 而在最后这一波选举当中呢 出现了一些变数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 这个 这个呢 马林呢 勒鹏 来 我们来看一下勒鹏 勒鹏的八字里面呢 他是属猴的 属猴今年太岁正冲 他的命跟身呢 是坐在猴的公位 他本命里面呢 是走天激化季 天激化季是勒生喔 勒生的话呢 他的流年呢 本命的月份呢 走脊位跟丁位 好 基本上来讲的话 脊位跟丁位的话 他政策上面呢 他已经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他不希望移民 他对国外的这些进来的人呢 他不能给予相同的待遇 在欧洲人的这个 传统之下呢 他是属于铁粮子型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如果他的八字是这样的话 还有 基本上他的指挥多数的命盘里面呢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来 今年走太阳巨门加火星 官路公走杨润星 然后呢 福德公走文昌祖府跟灵星 福德公做天激化季 天良有化路 天良化全文曲 然后加右臂化科部 但是呢 他这个大运里面呢 走的是以 露存星是走在老的位置 大线的露存 这个大路呢 走在老的位置的时候呢 跟他这个月呢 是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 所以 如果以两个人的八字上来看的话呢 虽然他有合到呢 露存星两个 但是呢 他本命的露存呢 是坐在蛇的位置 其实 如果以这个态势上来看的话呢 他的运势上稍微弱了一点点 就是比马克宏稍微弱了一点点 那马克宏可能就是显胜 他可能就显胜 但是呢 那旁如果加紧 加紧他的一些政策 的措施 可能也会显胜他哦 那我讲这样的情况是什么 他们两个是伯仲之间 票数不会差太多 现在他差4% 到真正选举 搞不好只剩 只剩1%到2% 那马克宏会不会被打趴 这个要小心了 他如果一个不小心 真的就会被打趴 因为他票数会非常接近 不会差距太大 所以呢 整个法国总统的大选 来看的话呢 其实马克宏呢 有机会显胜 但是他一定要加强力道 他如果没有加强力道的话 就恐怕大一 就会失去了他的总统大选的宝座了 好 那这个铁梁子呢 今年是一个翻转的机会 虽然如果他没有选上总统 将来未必呢 他不能够在正常上发光发热 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毕竟很年轻 今年才55岁 对不对 现在选总统都到七八十岁都还在选 所以他未来是有机会的 好 那我分析完了 也希望大家对法国的总统大选 有所认识咯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就是 是否能保持总统大卫马克宏 马克宏的治理下 法国还是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复苏增长 如法国的失业率比起往年有所下降 马克宏提出了加强失业者的就业培训 提高教室工资或去除 减免电视收费和企业的商业增值税捐 发展职业教育等旨在经济方面 安抚选民的措施 但多加法媒均分析生 与2017年相比 此次的竞选当里缺乏心意 对吧 所以在缺乏心意的同时呢 在这个当下 而且在通膨这么严重之下 他是不是应该跟针对呢 通膨的议题 以及呢 未来法国 他可能在世界上 有什么样的一个更强的地位 然后呢 让百姓呢 可以更优势的 在他的国家里面呢 得到更多的保护 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俄乌的战争 当然欧洲也要保护自己的国家 我觉得他应该加强这个力道 这加强这个力道的话呢 并不是一直在环道在经济议题上而已 我觉得他要全方位的 全方位的 比如说我要让国家安全 我要让国家呢 将来呢 每一个百姓呢 都能够创造更高的一些 比如说价值 或者呢 他在经济面呢 或者他在工业面 都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些招商 让这个国家呢 将来呢 还会更强大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经济的强大也是另外一种强大 并不是说武力的强大 那他当然在军武方面 军事跟武力方面 他应该要加强 我觉得呢 如果是国家的安全 当然是排在第一位哦 因为现在俄乌战争嘛 大家很怕 这个战争一爆发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欧洲的战争了呢 对不对 第三次世纪大战从此引爆呢 所以他也必须要 全面去顾及的部分 我觉得如果他当一个总统 需要全方面的顾及 这才是最正确的 好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海洋老师呢 当然呢 法国呢 将来呢 谁当总统 其实我们都六关七成 对不对 好 那今天呢跟大家讲解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呢 好好的呢 来 不要忘记了 帮海洋老师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按赞跟分享 接下来我们台北市的选举就到了 你们要拭目以待 海洋老师会出一些他们八字的评论 谢谢你们 好 那另外的话呢 我的YouTube频道呢 开始呢 好 我的一部频道开始有会员了 也请大家赶快尽快加入 那你们呢 就是在我的YouTube上面呢 任何一个频道的影片里面的点一下 如果是安卓的手机 非iPhone的 请点选订阅按钮旁的加入蓝色的字 然后点蓝色加入按钮以后呢 选择继续选择你想用的这种方式 如果使用iPad跟iPhone iPhone跟iPad的电脑或手机的话 浏览器进入YouTube 然后呢 登入自己的这个 这个Google的账号 然后点选订阅按钮旁加入蓝色 一样要加入 点蓝色加入按钮 好 你们这个在这边 会员在这边加入蓝色按钮 第二个步骤是第一个步骤是这里 第二个步骤是会员下面 好 每天用10块钱 可以帮助自己呢 帮助自己呢 了解自己的运势 了解自己未来 了解自己的那个 里面的课程呢 是完全呢 依照呢 大家所需要的 用最简易的方法 让你很快速的 可以了解自己的 每一年的运势 每一个月的运势 好不要忘记 赶快帮我按赞分享 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然后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友 一起加入我们的会员 谢谢大家 拜拜 嗨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好 谢谢大家 对韩老师呢 30年来的支持 我在YouTube频道里面呢 开辟了一个会员专区 你们呢 要赶快加入哦 有很多 对自己有帮助的 对自己呢 未来人生有坦途大道的 这些资讯呢 都会给大家 当然包括迷你教学哦 好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呢 来就是请大家赶快加入 赶快加入 加入以后 你的人生就会有光明大道 财富满满 你的机关系和谐 家庭也很幸福 健康更好咯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的会员频道 好加入频道会员的方法呢 进入老师的任何影片以内呢 然后呢 非iPhone手机安卓的话呢 点选订阅按钮旁的加入两个字 那么按一下 然后点蓝色加入按钮再点一下 然后选择呢继续再按一下 付款方式呢 选择使用呢 这个的支付方式呢 就完成了 好 你们每个月只要付出一点小小的 金额知识海洋老师 就会帮你带来人生的康庄大道哦 好如果你使用是iPhone 或者iPad的手机的话 或电脑的时候呢 请于浏览器进入YouTube 然后YouTube以后 订阅按钮加加入蓝字 然后再按蓝色加入的按钮 另外呢 点购买使用信用卡支付 这个频道呢是专属会员 所以呢也希望呢 我们所有的全球粉丝呢继续支持海洋老师 这五年来海洋老师呢努力于YouTube的制作 我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团队的成员 也感谢所有的全球的粉丝希望赶快哦 加入我们的行列 这个会员专区绝对带来一百万倍一千万倍的效益 所以呢 对个人是非常有优势的 你想选命你吗 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加入 是最明智之举 谢谢大家咯